台上貴賓都請請你稍後 活動還在進行一身藍的柯文哲 先打個大哈欠 但要砲打藍綠 精神可就來了 如果2020藍營輸掉 最大的負責人是誰 當然是吳敦毅 你有反對的意見嗎 把吳敦毅變成罪人 痛批主席拖累整個黨 但恐怕柯文哲 才是裂解藍軍的最大禍首 選舉還是要花時間 因為2018我就選到差點掛掉 其實找的時間還是可以談一談 其實三方的幕僚 都常常在急急促處理 我發現他們幕僚的聯絡 比我們這些長官的聯絡好太多了 郭柯王合體後趁著風頭上 柯文哲繼續蹭加碼放話 自己不選2020的兩個條件 除了是郭台銘不選 還要蔡英文交出考卷 蔡英文的成績 大概是不是死當了 他還沒交卷 他怎麼知道交卷 自比台灣希望的組合 蹭籃打籃 再為綠白留空間 柯文哲步步算計 力求2020最大掛語權 記得 沈文賢重演 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